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立委登记造势拼人气 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 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上午共同出席桃园立委候选人联合登记记者会 现场高喊桃园立委要全力打 六席全上 国会过半桃园会更好 本周是立委候选人登记的日子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一早来到桃园市选委会 参加民进党桃园立委候选人联合登记记者会 现场涌进近百人到场支持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特地到场立挺 郑文灿表示他在两任的桃园市长任内 推动桃园进步 市民有目共睹 这次民进党推出的六名立委参选人 各个都是强棒 会为桃园带来更好的四年 各个都是强棒 各个都是专业 各个都有为台湾打拼的热情跟活力 我想五席是我们民进党的党籍 一席是我们民主大联盟的赵正宇 我们有信心桃园一定可以为这次的总统大选 立委大选打下摊头堡 那六席每一席都会全力以赴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次民进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 有郑运鹏 黄世杰 彭俊豪 范刚祥 刘仁赵 以及无党籍的赵正宇 赖清德指出 桃园在郑文灿前市长的带领下 完成了许多重大建设 希望市民能够支持民进党推出的人选 让对的人走对的路 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跟挑战 不是只有武力而已 是各种方式 包括认知作战 包括假讯息 基于守护台湾的安全 让社会能够安定 桃园市的父老乡亲 政党也能够支持民主进步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赖清德表示 民进党会继续坚定前行 希望桃园人民能够给民进党机会 让桃园市六席立委全雷打 国会过半桃园更好